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已經和我原先 剛才給大家展示的 本身天生的髮質 是餐天購地 七月底的時候 我的頭髮是無躁到一個點 是完全回到我原本的髮質 我的髮型師見過 不如我試試做植療 但第一個條件 就是我一定要拆掉我的薄髮 因為我薄髮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約了我妹妹來幫我拆頭髮 亦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每次拆薄髮的時候 其實都會看到 一些脫掉的頭髮 以及已經和你的薄髮綁在一起 有些可能是你在過程中 脫掉了 而有些就是你本身自然脫落的 即是舊期脫落的頭髮 但你拆的時候 都會是一起脫掉的 你只要疏掉就可以了 但量也挺驚人的 但你見到我現在拆完頭髮 其實沒有我想像中那麼薄的頭髮 然後過兩天 我去了找阿威幫我做頭髮 這次就是做我剛才說的直療 看看我這次是否可以保持多少個月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去做 我預期之中 應該可以保持三個月以下 因為會根據我們的髮質 因為我的髮質真的比較差 所以直療在我身上 都是不能保持太多個月 最後我自己最驚喜 就是我選了一種很深 近乎黑色的黑加輪姿色 看來我的頭髮健康了很多 但是底層 我就特意叫阿威不要幫我驗了 因為我想習慣一下我這麼深色的頭髮 底層還是有些金啡色的頭髮在底層 雖然看上去就好像黑色 不過在不同的光線下 它都是有些啡啡紅紅的 所以也不是說很單調 我覺得這個顏色也挺漂亮 我自己也很喜歡 最重要就是我做了直療之後 我的頭髮就這樣吹一下 仰一下就已經很直 也沒有負離子那麼死板 剛才就分享完我最近做這個直療 而且我想直療保持得好一點 所以這一期我的護髮和保濕 包括頭皮這些 我都是一整套的護理 我自己本身的髮質 其實它做到怎樣好呢 髮尾應該都會有一點點乾燥 所以我最近就開始用髮尾油 我在萬寧看到它好像有兩個系列 但我買這條拉就好像有 先想想一下 芬衣草味 然後這個玫瑰味 最終我就選了玫瑰味 因為我覺得玫瑰味 難聞的機會是比較低的 我主要都不是整頭塗的 我主要塗髮尾 所以我只要塗髮尾 所以外支很少 很少 然後呢 搓了之後 我就這樣 放髮尾 因為現在 拆了破髮之後 頭髮很少的感覺 所以其實那個 打理程度 又覺得方便了很多 其實我是很不習慣 好像本身有這麼多的頭髮 好像很多頭髮 變得好像 只剩下這麼多一粒 即是手感很不同 變成我做頭髮的時候 我塗完之後 我覺得那些髮尾 本身這些髮尾 會有一點點 卡住 在尾部 但我塗完之後 它是可以真的這樣一梳 梳到尾部 也是沒有卡住的 如果這些幾十元的護髮尾 但有這個效果 我覺得挺好 不過呢 它有一種 好像是虎柏式的瓶 那種味道 真的很濃很濃 好像一些 很濃香水的味道 那種味道 那種味道真的不太好 所以如果要試的話 就可能試回 我妹妹買的 芬衣草味 又或者是 玫瑰味 它是 好像果香味 甜甜的味道 但味道也不難聞 OK的 早一陣子 脫頭髮脫得很厲害 我想我數過 那一天 是脫60條頭髮 一邊洗 是一邊脫 在我的手上 我研究過 每一條頭髮 都不是斷的 它是有毛囊的 而且毛囊 是縮得很小 證明是 我的毛囊 是萎縮了 所以 我就開始用這些 防脫的洗頭水 其實我都試了好幾隻 這隻 鄭伊健買廣告 這隻 然後還有 這些 不過暫時 這些我就不分享了 我到時再 即是遲些 看看會不會再試出效果 有分男女士配方 這隻就是女士配方 雖然它的樣子 就不太帥 但是 洗頭水的質地 這麼多支 是我最喜歡的 它的質地 令到頭髮 好像很柔軟 但是 它搓出來 又不是超多 超多泡 有足夠的清爽度 又令到我的頭皮 會出少些油 用了它 是最舒服的 我覺得剛剛好 又不會太乾 又不會太潤 又不會太潤 而且我都還 開始了喝這些 防脫 劍髮茶 都是一些 護髮 養髮的配方 即是有些 炒黑米 黑木耳 養腎 防脫 抑髮等等 這些效果 護髮素 就用這個 其實你看到這個還未開 因為我 那支濕滴滴 我懶得拿進來 我就用清爽 但其實我用很少很少 我不是整把頭髮用 我只是 瀝半下 正常護髮素 就是在耳朵對落的地方用 所以耳朵對上的地方 我就會用這個 基本上是可以用在頭皮上 即是如果你怕頭皮出油 但又怕頭髮很乾的話 就可以試試用這個護髮素 頭髮底下的這些地方 我就會用 Melbourne的這一支 Smooth 是一個全新的系列 之前那支 可以叫做 都是很潤的焗油 但這個 我覺得它會令頭髮 更加油順 和光澤 這支很滑的 它都是一盒 有四支 因為我的頭髮 一般的護髮素 是真的真的不夠用 所以我才會用這些 比較貴 但其實之前我把頭髮很多的時候 即是還在搏髮的時候 可能每次要用一支 都未必夠 但現在我一支是可以用四次的 護髮素 但是護髮素這個是一個試用妝 我試完之後 都覺得它的護髮素 依然 是我這種乾燥的頭髮 是不夠潤的 我最終都是用它的焗油 來做護髮素才夠 但變相 現在我也是一個月用 兩排多些 已經可以每天當護髮素用了 這個是全盒 還有一支是有十盒 現在拆了薄髮之後 我的頭髮剩下這麼少 我想我這裡真的可以用幾個月的份量 所以可以暫時保持著用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剛才那個 Smooth那個是四號 這個是五號的Repair 它就是給一些受損的髮質用 正常我覺得我的頭髮應該都是受損髮質 但是用起來 我又覺得原來受損髮質 這隻 我的頭髮用完 我是覺得它沒有Smooth的那一隻 那麼溶 和那麼滑 所以我就不太推介大家去買五號 不如直接買四號 買什麼黃呢 自然當然會買多其他東西試一下 這個呢 也是很好用的 我先看看 看看這是什麼 我問過賣家 我說我想那些頭髮 保濕一點 但我不要一些很黏的東西 對 就給我洗完頭 吹頭之前用的 他介紹了我用這一支 這個噴霧噴出來 就像水一樣 但是它的感覺 會令到頭髮很爽 和很保濕 是一點一點都不黏的 但會令到頭髮真的會很爽心 和再順一點 有些 有些頭髮呢 感覺上是有一種保濕的感覺 而一些負擔都沒有 再來這個是 是Shisado 也是我買Malboi的時候 入貨買的 有個蓋子 有個蓋子 我不知道放在哪裡 很潮濕的天氣 如果你想令到頭髮沒有那麼無躁 而且不要那麼多 不要那麼多很鬆散的感覺 去比較固定髮型 令到頭髮沒有那麼鬆散 如果你跟我一樣 天生很無躁的話 你就會明白我什麼叫做 天氣很潮濕鬆開的感覺 這支也是Malboi的 是一個深層潔淨的泡沫 它擠出來是像mousse一樣的 洗走一些化學物之類的物體 所以我用了這個 所以我今次去電源植療 然後做完染髮 回來也是用它去清洗乾淨自己的頭皮 是 溫柔調整染髮後發絲的頭皮狀況 例如染髮後 很多一些化學物 殘餘在頭皮上 就可以用它做一個 潔淨頭皮的效果 這個應該大家可以在Lock on 上找到它 有一點點黏 你的用量一定要拿捏得很好 你只要在一點點 然後在頭髮之間這樣疏開它 幫你的頭髮 好像加了一層 膜這樣 令到潮濕不會那麼容易影響到你的髮型 總之 但是我覺得用了是真的OK的 不過就會比起正常的頭髮 黏了一點點 它的水是在夜晚睡前的那段時間使用 令到你的頭髮可以再順直一點 不會那麼容易鬆散的效果 不過呢 如果你說說這一隻 如果你說說這兩隻 其實我真的比較喜歡 Mailgun的這一隻 以及直接用它的髮油 這兩個我是很推介的 前陣子的身體問題 而延伸到我最近脫髮 又可能真的年紀大了 頭髮開始真的會脫掉 所以我也開始越來越專心去鑽研一些 是關於頭髮護理的問題 例如如何抹黑一點 如何少白頭髮 那天我妹妹來 那時候我已經跟她說 約了她幫我拆了薄髮 是在我兒子生日的那一天 我又幫我妹妹增加了技能 懂得拆薄髮 方便我自己去護理我的頭皮 多一點 因為方便我按 很久沒試過這樣按頭髮 完全沒什麼阻礙 其實在這一刻也挺舒服的 而這次阿威幫我做這個治療 我又覺得挺適合我的 不過我真的挺期待 其實最後我可以保持多少個月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我 拆過髮 做治療 然後我現在後期護髮的一些產品 很想令到和我差不多有這些 法質煩惱的人 可以篩選到適合你們的東西 因為我自己也會買很多這些東西去試 試到適合的話 我就覺得不分享真的很浪費 因為其實大家都會花很多錢去 可能買十瓶 可能才遇到一瓶 真正適合自己用的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個video再見 bye sweetness Cassa everyone 王